嗨,大家好,我是小慧,今天给大家分享一款玫瑰花发夹 那我们这个玫瑰花发夹的颜色亮丽,非常的适合在冬日里带 它主要分为两个部分,第一个是我们花瓣的编织 第二个是我们的叶子编织,那具体的请看我演示 首先我们勾制第一部分,玫瑰花主体,将线绕在左手上 我们这里线材是四股胸胆棉,采用的勾针是2.0毫米的勾针 好,我们先打一个活结,然后将线拉过来 这个V字形就是一个锁针,接下来我们不加不减勾织34个锁针 34个锁针勾织完成,我们在倒数第四个针目里进行勾织 1234,好,轻轻翻转,然后在里山这里进行挑针 我们先绕线,调倒数第四个针目的里山 然后将针,用针将线拉出来 这时固针上有三个线圈,我们将前两个线圈一次性拉过 再拉过后面两个线圈,这个呢就叫长针 接下来我们继续绕线,在同一个针目里面继续勾织一个长针 好,这一组画样勾织完成,我们做一个锁针 然后在地下空一个针目,在第二个针目这里 进入隔一个针目这里 在这个地方我们进行编织 然后绕线,在这个针目里面调理山 我们勾织三个长针 好,三个长针勾织完成,做一个锁针 那这样一组画样就勾织完成了 那接下来我们按照同一个针目里面勾织三个长针 做一个锁针,然后再空一个针目 在下面针目进行编织 按照这样的画样呢,我们共勾织了16组 好,那接下来我们把这样的画样勾织完成 好,我们16组画样勾织完成 接下来我们勾织第二行 我们先做三个锁针为启迪针 然后翻转至片 绕线,在我们第一个针目这里 我们勾织一个长针 好,那接下来绕线 在第二个针目里面 勾织一个长针加针 继续绕线 在第三个针目这里我们勾织一个长针 好,继续做三个锁针 我们继续在长针这个针目这里呢 我们勾织一个引拔 好,这样一组画样呢就勾织完成了 那我们继续接下来勾织第二组画样 就是三个针目为一组 这样子看清楚 这样三个针目为一组 好,那继续我再演示一下 在勾织第二个针目 第二个画样的时候呢 我们在第一个针目这里 我们勾织一个引拔 好,那接下来继续按照我们刚刚开始的 三个锁针 然后一个长针 一个长针加针 一个长针 然后一个三个锁针 好,再重复一次 先勾织三个锁针为其针 绕线 在引拔针目这里 我们继续勾织一个长针 好,这是三个针目的第一个针目 我们勾织完成 那接下来在第二个针目这里呢 我们勾织一个长针加针 好,那接下来我们在第三个针目这里 先绕线 勾织一个长针 好,那接下来我们做三个锁针 在我们长针 就是第三个针目这里进行引拔 好,那这样一组花样就勾织完成了 那接下来按照这样的花样呢 我们把后面的勾织完成 这一圈我们总共勾织了 16组花样 好,我们第二行也勾织完成了 接下来我们做一个锁针 好,接下来进行断线 留足够长的线 我们最后需要缝合 那我们这个玫瑰花主体呢 就勾织完成 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把它卷成我们想要玫瑰花的样子 我们在卷这个玫瑰花的时候呢 我们需要一个 就是一个要求 就是我们的要错开它这个花瓣 花瓣的位置 把它错开就可以了 不要让这个两个标的这个缝隙呢 然后重叠 把它错开 这样子 如果你觉得 就是如果弄不好的话 你可以把它们拉一下 可以自己调整一下 把它们拉一拉都可以的 这是有弹性的 没关系 好,那这个样子 最后我们需要把底部缝合一下 那我们这个玫瑰花已经缝合完成 接下来我们开始勾织第二部分 叶子 将线要在左手上 右手拿针 我们先打一个活结 好,将线拉出来 这个V字形呢 是一个锁针 接下来我们不加不减 勾织9个锁针 9个锁针骨主完成 我们再倒数第二个针目这里 然后调理删 将线拉出 然后再将第一个线圈 拉过第二个线圈 这个呢就叫引拔 接下来第二个针目 我们继续调理删 将线拉出 一次性穿过所有线圈 这个呢是短针 好,接下来绕线 在第三个针目这里调理删 将线拉出来 这是锁针上有三个线圈 我们一次性拉过 这个呢叫中长针 好,我们继续绕线 在第四个针目这里调理删 将线拉出 锁针上有三个线圈 将前两个线圈 一次性拉过 再拉过后面两个线圈 叫长针 好,我们继续 在下面针目里面 继续调制一个长针 这是两个长针 好,调制完成 我们继续绕线 在下面针目这里 我们调制一个中长针 好,那接下来 在下面针目这里 我们调制一个短针 好,最后还剩下一个针目 我们先勾制一个引拔 再勾制一个锁针 然后继续在这个针目里面 勾制一个引拔 好,我们这边勾制完成 接下来我们勾制对面 我们在下面针目这里 我们先勾制一个短针 好,绕线 在下面针目 勾制一个中长针 再绕线 不加不减 勾制两个长针 好,绕线 在下面针目 勾制一个中长针 然后 接下来做一个短针 在最后针目这里 勾制一个引拔 好,我们的叶子勾制完成 接下来进行断线 我们的叶子就勾制完成了 需要勾制两个 两片叶子勾制完成 接下来我们拿出我们的发夹 我的这个发夹呢 是六厘米 六厘米左右的发夹 我们可以用这种发夹 我们也可以用这种弹簧式的发夹 都可以的 如果你手上先有什么工具 都可以使用 好,那接下来我们将 我们的这个 主体呢 安装在我们的发夹上面 我们的花朵跟叶子 已经安装在上 我们的发夹上了 好了,那咱们这期 玫瑰花发夹呢 就勾制完成了 咱们这期呢 玫瑰花发夹呢 勾制了三款 好,我们第一款呢 是一个红色的 这个大红色的线材呢 是一个蕾丝线 然后非常的有质感 那我们第二款呢 是采用的是一个 尖边色马海毛 它这个马海毛呢 非常的有光泽 然后带一层毛茸茸的 非常的可爱 那我们第三款呢 就是视频当中出现的 这一款 然后它这个线材呢 是采用的四股油奶棉 也是软蓬蓬的 也非常的可爱 那我们不同的线材呢 勾制出来的效果 是不一样的 如果你喜欢这款 玫瑰花的话 可以用自己喜欢的 线材进行编织 那非常感谢你 观看这期视频 如果你对我视频 感兴趣的话 请在下方进行 点赞订阅和分享 分享一切手工的乐趣 那我们下一期见 拜拜